好,各位,真是老舉賣利算夠數,今天是隨席,要跟大家老舉賣利算夠數 今集的遊青園Saturday,《識打地調教你》也是大隨你老美直的調教你,還有兩個話題 第一個就是中共埋連爆出世上,甚至可以說是史上,最大自取其辱的國際大笑話,國際新聞,厲害 第二個話題就是有兩個數字,就可以確定習近平是導致大陸14億人,散人亡 哪兩個數字呢?馬上聽下去就知道了 這個香港中古時期,有一個很經典的廣告 這個廣告就是綠箭香口膠,白箭牌,就是薄荷味的綠箭 綠箭香口膠有一個廣告,有一個老人家說了一個金句 那個金句就是,兒子,是時候教你一些造人的道理了 就是這樣,兒子,是時候教你一些造人的道理了 其中一個造型的道理,自然就是,凡事都別開心得太早 好狠不幸,即是,中國十四億籠包呢,他們的心智年齡,可能只有幾歲 就比一只鸚鸚鸚鸚,要大量的還要幾歲。 чаVu es 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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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h 更ちょ 成群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前仆后计 饿狗抢士这样 食屎狗这样集体表演 自取其辱啊 结果就骂出一个国际大笑话出来了 话说 国际大笑话是什么 话说中共在12月26日早日而已 就宣布放宽 这个没有废防疫政策 兼且就事先张扬话 他们将会在明年的1月8日 过几天就是了 过8天就是了 就解除了出入境的旅游管制之后 哎呀 你不说游戏好 一说呢 就把机火 大家都很生气 很多国家都立刻实施入境管制措施 大佬 那时候你管制我又说 好科学 现在我们管制你又说 要我们一视同仁 你那时候有没有一视同仁啊 你十八同仁有 一视同仁 理睬你都傻了 搞入境管制 也都即时就搞到 现在很威的嘛 现在劲了强国来的嘛 即时搞到亿万粉青大妈小粉红呢 就很生气 跟着就标筒 集体标筒 哎呀 通通呢 标了 标了那些义和团上身 通通都变了刀枪不入义和团 九公中日 九公真人急急如力令 哇 上了身 神左杀神 佛左杀神 嘿呀 来了 那这帮 粉青大妈小粉红呢 就觉得他们 现在呢 你欺狗我啊 你歧视我啊 刻意针对我们啊 所以呢 更加微博那里呢 就附上了 多个对来自中国旅客查核酸 的hashtag 不是hashtag hashtag 来发文呢 是妈叉这个国家了 那与此同时呢 在微博也都出现了呢 一个叫做什么 多国发微博 欢迎中国旅客到访旅游 的最新页本hashtag 而很多铁文呢 都提到 泰国啊 澳洲啊 纽西兰啊 加拿大啊 丹麦啊 挪威 荷兰啊 瑞士啊 西班牙 暴道瓦 奥地利啊 以色列等等的观光 官方局呢 都纷纷藐视呢 就纷纷在各自的官方微博帐号铺文说 欢迎中国旅客 啊 欢迎还欢迎 小炳还小炳 小炳照小炳 就是这样了 其中 法国 他们胜赞 法国更加使用驻中国大使馆 就是法国驻中国大使馆 官方微博铺文 而且在文里面呢 就非常热切地表示说 中国的朋友 法国将开双臂 欢迎你们 好好好 似话一出 即时令到无数强国网民 吓得标尿啊 真是 哎呀 打了个尿震 好过瘾那只 曾相纷纷留言说 感谢大戏的法国领馆 接着还说 这个是国家影响力恢复第一步 就是国家有自己的 就是叫中国 强国影响力恢复第一步 接着他说 去你想去的地方 去见你想见的人 何其思议恶何其文清 还以为是唐拉人写 接着还说 还有一句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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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贫不笑枪 笑贫不笑唱 就是这样 另外 亦都有强国 网民借题发挥 去扩插 日本仔 这次是八戈耶鲁 八戈二十六 说什么呢 小日本多学学大国格局 其中一句是这样 接着就说 日本者满身是史的 也在乎别人身上臭不臭 怎么会不是啊 自己就算真是自己臭身是 都不会喜欢别人有史的 是吧 就是那种 真是搞事 讲起又讲 香港很搞事 想开关你又不开关 现在不想你又给些东西我叹 就是那时候呢 扮上菜 扮了自己的双鱼石 现在自己惹到 周身性病呢 就说走来拥抱你 我开了 大开中门你进来 或者我下来 那种啊 那怎么办啊 好了 言归正传 还有一句 看看人家法国的格局 日本真的雕仁 啊雕仁啊 还骂岸田文雄 那个岸田哦 真是面由心生哦 这样啊 还有啊 大家有骨气 以后别去日本旅游 这句我喜欢的 那些强国人真的不要去日本旅游 日本人真是憎恨了你死呀 八成多人憎恨你 真是恨你不知说你不好意思呀 有礼意之帮人都是 你不去呢 我们不会无利拉肺被人歧视呀 幸好现在做了台湾人都没那么害怕 啊 都喜欢台湾人的 是吗 日本人是呀 台湾好像血龙于水那样的 好嘞呀 台湾也真的很多人懂日文的 也很多人欺负日的 除了崇美之外就是崇日了 当然 好了 啊 但是话口未然 你说到自己这么贵 话口未然立刻刮你了 西班牙已经刮你了 就已经立刻实施日本管制了 而啊 得到 亿万粉青大妈小粉红狂赞的法国呢 都不得了 真是整盆冷水 兜头淋到你那里 九血淋头 事关 你在这儿自开的时候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呢 昨天就已经说 他已经下令 要下令各个部门 要採取必要措施去保护法国国民的了 好了 那时间都不够一日 今早早呢 法国政府呢 就滚水六脚地宣布 又明天真是很久了 即是现在31号了 明天即是1月1号 哇 厉害呀 比美国更快 原本美国 即是之前也宣布了1月5号 实施对中国的旅客入境管制 那现在人家迟那么多 法国迟那么多 31号才宣布 明天就要实施 即是24小时都不够 他没有告诉你吗 马克龙也告诉你 你自己在这儿自开没办法了 哎呀 你说是不是国际大笑话 你开你赞人哦 现在是否去骂人呢 你欺骗我感情了 是不是呢 就是这样了 他怎么宣布呢 因为法国华 所有啊 由中国 啊 飞到法国 去到法国的旅客呢 无论是 去搭乘直航班机 或者中途转机 麻烦你 都必须 出示48小时内的阴性检测证明 你阳性当然不用进了 阴性啊 阳性要隔离啊 还要求啊 这些飞机里面 所有旅客都要 必须戴罩 必须戴口罩啊 麻烦你啊 就这样了 哦 真是怕你怕米贵啊 另外 在中国旅客 在法国境内之后呢 法国方面呢 将会随机 random的对他们进行 PCR测试 抽氧 抽氧测试 而且呢 对阳性样本 是进行系统测试 这些系统测试 为什么呢 去检测是不是有新的变种病毒 要搞你啊 如果测试到你真的有新变种呢 法国威了 我发现到中共 原来中国真的有新变种 国际超级大新闻 除了笑话之外呢 就是丑闻啊 你说你没有嘛 你说很厉害嘛 哎 真是 其实法国这样做 只是叫你不要来而已 叫你不要来咯 哎 不要说 其实世上 个个都说你不要来啦 你不要搞我了 麻烦你 是吧 你整身性病 不是 你整身病的 不要来啦 还来尋发问楼干什么呢 是吧 哎 就是那种意思 其实讲白点就是那种意思 是吧 还有就是 他说 法国那边说 如果那些旅客 游客在抵达法国境内的时候呢 法国机场有些景的时候呢 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呢 他们就必须承诺进行自我隔离 签了纸的 如果你没有呢 又拉又锁的啦 这样啦 而法国政府同时也建议 法国国民呢 就延迟去中国了 麻烦你 除非你好十万伙急 要不然都不要去了 啊 就是你已经说完了啦 好friend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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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做个friend 跟你做个friend friend 个打band 打你个命 打你个命 还有啊 这个法国交通部 部长博立 还在他twitter上预告说 查实法国家呢 正是进行欧洲层级的措施协调 以便更加好的嘛 保护法国和欧洲的公民 就是欧盟会做事咯 是不是 就是说迟早整个欧盟都会强制 就是限制强国人咯 是不是 事实上啊 不计计已经实施入境管 就是英国 是不是欧盟成员 已经实施了 如果欧洲来说 在欧盟的大国里面呢 意大利一早实施 西班牙和法国呢 也都实施了 现在差不多同步了 加上只欠德国而已 欧盟的所谓 第三大经济体 也有欧盟大佬了 在经济上 看来都不可以 不熬得多久了 是 德国常常想赚多些赚钱 是吧 卖多些德国车 卖多些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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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多些BMW 或者那种呢 唉 那没办法了 那看看怎么下去 但都没有了 那些大国基本上都封了 有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说 欧美日等等的大国 都限制强国人入境 也就是说 强国人过去几天很狠嗨 迟几天就嗨 傻了 总之有思为正 就是 别开心得太早 咱难为你老母 别开心得太早 咱难为你老母 好事好事 好了 第二个话题 就是呢 有两个数字 足以证明 习总是导致大陆 是加散人亡 是真是惨 各位 过去一年 有一个数字 是足以显示 中共很狠狠 而未来一年 也都是一个数字 将会证明 中共肯定死掉 今天 小弟就趁这个 10月31号 随即 跟大家一起 回顾 还在一起前瞻 啊 算是对香港人 或者真香港人 的一份小小小 人在台北 人在异乡 都希望跟大家 同夫同级 好了 先说过去一年的 一个极之不祥 的数字 啊 很大吉利涉的数字 就是什么呢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 早前的报道说 直到今年的年终 中国大陆 房屋空置率呢 大家猜不猜到多少 哈哈 听到下一条啊 然后都不懂笑啊 不得一口笑啊 竟然是高达 九千万个 空置单位啊 哎呀 香港人哪怕 没房子住 没钱买房子 回大陆啦 九千万个啊 哎呀 哎呀 真的整个德国都容纽 四十八千多万人啊 德国 东西德加起来都是 哎呀 一人住一个单位都可以了 哎呀 真是好嘞啊 哎呀 成为中国经济 遭受重创的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九千多万个单位 一个单位都能住三个人 那里都能住到 二千七百万人啊 就是 应该住到三亿人的 其实就是大把房子的 对吧 大把房子的 哎呀 那为什么这么大事呢 因为事关于在过去十年 中国房地产的开发呢 在中国GDP里面呢 至于比重是 起码有四分一 有时去到三成的 哈 但是习总呢 就口口声声 又会上任开始都口口声声 说 呃 楼是用来住 不是用来炒的 搞到七七七啊 七婆呢 哈 在上任的时候 都是这么说 应不学舌 那样又是 老子突然间 只剩三岁 那没办法了啊 那以至限制银行借钱 给那些地产商 那就搞到以恒大为首 就是许家印呢 真是比许家团更惨 哈 恒大为首的地产业呢 就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 就是比史更难受的困境了 接着呢 还搞到数以百万的小业 住号在不满 为什么没有楼呢 因为在供楼 没有楼收啊 哇 学了香港的壞事 卖楼花 然后就 当你老花 看不到 没有的 原来 接着就 当然是上街时卫 围住了 楼盘围住了 那些公司啦 哈 哎 那就引发呢 在中国大陆来说 极为罕见的 中产阶级 抗争活动 那这个很大件事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一件事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 你知道 尤其是经典例子 就是法国大革命 中产阶级都上街呢 那正侠员就离死不远的 离死不远的 就死不远的了 而纽约时报 就着这个问题 就更加自出话 由债务驱动的房地产业 久久无法摆脱呢 这个困境呢 就揭示出 中国经济仍然是存在着 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言下之意呢 就是说 中国还是单天保自尊 还是主要靠呢 中央指令式的所谓投资 去带动 经济发展 都是计划经济 就是主要三头脉 就是投资贸易 和消费嘛 三头马车 但是现在消费的占比也是很低的 如果成熟人经济看起来 消费呢 通常是占了六七成 美国如是 就像南韩也是如是的 那 有段时间没得了 就是说你的经济 不要说经济转型和升级了 麻烦 好了 说到的气浴就是 那九千万个空置单位是什么概念 那究竟有多严重呢 一般人听过数字都吓一跳了 是不是 但是具体的说呢 大家只需要比较一下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美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美国统计局的显示 什么的sensus 他们调查显示呢 美国加下呢 大约有 就是都不是最新的数字 但是都差不多了 大约有呢 就是一千六百万个空置单位 那就是说呢 中国的空置单位呢 就是九千万个嘛 那比一千六百万个呢 就是美国 是多5.6倍咯 很简单而已 哎呀 真是啊 五一得五 五六中三十 是咯 差不多了 5.6倍啊 哎呀 真是都不止的 算了 问题就是这样了 问题就是这里了 事关 美国的人口是三亿三千万人 中国人口是14亿二千万人 那就是说呢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点三倍 但是你的空置率呢 就是美国的五点六倍 是吧 那就是连外卖者 现在水都会计算啦 是吧 就是不用看 就是自己按计算机都会计算 肯肯定是中国大陆呢 就大领诺的美国很多咯 这么简单啦 要不要大领诺 哎呀 外卖者当然要送大领诺的啦 而更加大领诺的是什么呢 在2023年 就是接近这一年呢 中国的空置率的单位呢 空置单位呢 是只会更多更多更加多 那甚至乎可能会破到一亿大罐 都会计算不计算 问你市味 好了 讲到这里呢 都是时候呢 讲完未来一年的一个更加不长的数字 更加大吉利时的数字了 这个英国医疗资讯分析公司呢 叫Affinity 昨天就作出 最近都不停在那里 有很多exposure 就是讲得很好的 昨天就作出最新的分析 最新的评估就指出 哇 依照中国各省数据 绘制的疫情规模 预测无形 来显示呢 去到明年 的1月23号 统计呢 中国 由十二月 今年十二月开始 累计死亡人数呢 就是去到明年的1月23号呢 就会达到五十万四千多人 五十八万四千多人 不好意思 五十八万四千多人 而且呢 会在明年的四月底呢 就飙升到一百七十万人 就是这样了 那就是说什么呢 那就是说 去到明年1月23号 也就是三个礼拜后 多一点点了 中国的死亡人数呢 厉害了 已经超过 加拿大世界排名第三的印度 加拿大印度就五十三万人 松天 是死了的 那就会直逼排第二位的巴西 加拿大巴西呢 就有六十九万三千多人死了的 那而四个月后 哦 厉害了 中国就会远远抛离 加拿大排世界第一的美国 美国加拿大呢 就死了一百一十一万七千多人 那就是如果你到时死一百七十万人呢 就等于比美国竞抽 多出六成半那么多 哦 这趟真是世界第一了 这趟真是东升西降了 哦 是不是 哎 出之到了世界一哥 真是恭喜了 是呀 招呼不到 哎呀 原本就最大慌 还有更大慌的是 纽约时报指出说呢 那些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 都很担心 Omicron变种病毒 在其他地方看起来 好像没那么严重 但是这个呢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呢 这些地方的人口呢 是已经拥有大量的免疫能力 就是有群体免疫能力 嗯 包括呢 由过去的感染里面 获得的免疫能力 就是中过招的人呢 都有免疫力的嘛 那但是 这些情况 就是中过招的那些啦 小人中招嘛 也都是群体免疫都没有啦 这种情况呢 在中国并不存在 是家伙 那个地铁有识目 纽约时报跟着说 很多科学家都担心 如果中国试图在 不重新采取 公共卫生措施 或者加大疫苗接种力度的情况底下 撑过这个步伐期 就是你又不讲 公共卫生措施 你不知道搞什么 也都加大疫苗接种能力 你又起码 如果你就是 就说即使是未活疫苗 即现在国药科兴 你都打多三四针 打第三针第四针 都只要指到咳 但有些人说科兴 其实打第三针 抵抗力也只有8个百分比 即92个百分比 都一样有事的了 死不死 是吧 那你又不肯打外国疫苗 那就死了是吧 结果就是 纽约时报就是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呢 不必要地死亡 中国死的人通常都是不必要的 真是任何强 那就是说 数据恐怕不止一百七十万人死亡 就是这么说 而是歌仔又唱了 王杰 还又恨到 还又去到 旧片段路风波 哎呀来了来了 简单总结 就是说 中国楼市倒下来 就等于中国经济玩能源 中国经济玩能源 就等于中国没有了 统治合法性 这个也是供应的 所谓legitimacy 所谓performance legitimacy 就是所谓业绩 合法性 就是靠你的经济业绩 你能够得到合法性 就是靠经济 经济增长作为 暗口费 让人们不会 有什么民主诉求 或者其他诉求的 好了 至于疫情方面呢 惨了 就搞到起码有六七亿人 感染 六七亿起码 最低消费 好像香港都三成人 十四亿人都成为五亿了 但现在不止嘛 起码一半嘛 起码一半就是七亿人啦 对吧 有些人说 三分二 三分二就是整十亿的啦 不要说了 对吧 而且起码有 一百七十万人死 起码 就是刚才说过了 有时候也刺出 原来你没有 群体免疫能力 你如果Omicron 就算你说 好像很轻 对你不轻呢 因为你不是 支持有免疫能力嘛 对吧 可能不是说一百七十万人死 而是二百万人 二百五十万人 三百万人 哇 真是惨 啊 那就更加可以说是 压跨中共背脊的最后一根稻草啦 对吧 总之又是有私为責 是什么呢 就是正事 大陆楼市一日含爆散 中国疫情万民齐造反 啊 再说一次这么正啊 大陆楼市一日含爆散 中国疫情万民齐造反 好诗好诗 是不是好呢 新旧交替之日呢 跟大家说这些都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对吧 好了 今集的 呃 游清源 Saturday 懂打你调教你 也都可以说大随直调教你啦 就讲到这里先啦 那顺便一提啦 在啊 小大在patreon平台推出的 独家环节 《伤城故事》呢 最新一集呢 就会在明天 即是1月1号呢 跟大家见面的啦 哈 星期日哈 啊 2023年1月1号跟大家见面 那今集的主题呢 就是 台湾 原来都有一个 太平山 台湾 原来都有一个 太平山 啊 是什么故事呢 是有三样东西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很有意思的 也都是关乎一位 我很欣赏的人呢 呃 的事来的 那都希望大家 支持一下 听一下啦 哈 那啊 当然要去patreon 做订户 或者是逐订翻啦 办法很简单的 就是 呃 如果是google search呢 只需要打入 852号部 atpatreon 852号部 atpatreon patreon patreon 这样就可以了 跟几个步骤 就可以做好订户 或者是逐订翻 那啊 如果是 直接收入网子呢 就是www.patreon.com slash post12的 就是www.patreon.com slash post12的 那也可以在YouTube 越来越多人做啦 YouTube的Superfans 就是有上角有个Dollar sign的呢 那里按那个 那个按键呢 那个icon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十元八化 除完落座就可以了 那已经很多朋友 越来越多朋友 用这个方法 可能始终都比较简单 至少第一次登记了 做了YouTube的 呃 就是户口 开了YouTube的户口 就是有credit card 留下资料就可以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那当然如果大家 不嫌麻烦呢 都可以过数去小弟的 匯福銀行户口 就是HSBC的户口 那个户口号码呢 就是658097878838 是658097878838 那最后在这里呢 就预祝大家呢 都可以在2023年 齐齐整整 平平安安 人间更有爱 一切都会好起来 拜拜